西海国的老乡们 还有能挺顿西海国访言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 一个曼华龙的故事 曼华龙知道律师的人 或者研究过外勤律师的人都很清楚 曾经是西北回族的郊处之一 也是后来被坐在他手下的这些人 撒掉的一个郊处 就是他采与了派乱了 那时候同时派乱的还有这个山喜的毕业后 就是善感回名派乱了 当然在中国这个近现代史上的话 尤其是现代史上 党代史上 也有说这是回名弃义的 就说是不管是弃乱还是拍乱 心智是一样的 这个都是泛 所以我觉得民间说话的这个泛乱这个字的话 是个中心词 因为管比民饭 饭这个资本生 不是说是博弈吗 便宜 就是这么个 好 总而言之 曼华龙是交出自己 尤其在西北 在宁夏的五中经济部驻驾人 就是他的那个重部吧 在那大社 就是说名气是很大的 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必须要提到的人物 那么故事是这么个点 说的是有关这个曼华龙的真神 就是现真神的 这个民间呢 警察有这么个故事 你只是读这个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 警察就会读到说是谁谁谁现的真神 谁谁谁现的真神 就是这么个点 你比如说如果是个皇帝现的真神的话 一般现的真神就是在睡着觉 睡觉的时候 把这个个人的真神就显示出来了 这个不是那个像修纪上的 叫那个孙悟空给打死之后 或者是让这个菩萨过来给造出之后 就能现出真神来 就是说你本来原先是个啥 后来是个啥 现出真神是个啥 这一类点 但是民间这个现真神的话就是说 睡了觉 有些类圆形 是这么个点 据说是 刚才我说过的 皇帝现下的圆形 或者现下的真神 大概是龙 而这个 据说 这个大将军的这个 武将来 大将来这一类的人 现下的真神大概是一条蛇 也可能又显示虎的吧 总而言之的基督不太清楚了 那么 曼花龙年 是一个现和真神这个事情的话 在 西北这个 民间的传说 还是很多这样 据说 据说 他们家的仆人很多 上下 鞠笔扣子上 那么 仆人的话 就是余海的大 那朝公 大段公的人 回海都有 回海都有 在这个 曼花龙铁城 这个 私奉的 这个短茶 松睡 打扫这个 他的住的那个 地方 在那个卧室吧 给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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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 是一个海米女娃娃 大概就是一个八九岁 那么大 这个水女娃娃 这么个的 所以有一天呢 这个 这个娃娃 给短了一壶茶 精气量 呃 结果 从蒙康上精气子后 正和曼花龙睡午交着呢 这个睡着了 陷了远行 陷出的真身 据说是 一头肥竹 这个娃娃这么熄开的话 在哈坏了 瘦一松 那个胡子掉了 就大了 随着这个 这个 这个胡子 这么大 白来的这个 巷神的话 曼花龙的原型 就锁了回起来 他又成了 曼花龙自己的 在这个炕上 裂出来睡着呢 这个娃娃 一看把这个胡 给大了的话 就哈坏了 就改进 普通的窥道 在那里 就瞪着看人家 先来 把他开始 往四年大年 还是看咋成法家 就是这种感觉 威萨就是说是 一个胡子 在曼花龙这个家族里头 这个家庭里头 那虽然不能说是 夫克敌国 但是 应该是钱很多很多的 就是根本不在乎 一个茶壶 但是这个茶壶 据说是很有来历的 是 曼花龙 当交注的时候 就开始用的这个壶 这个茶壶呢 据说是 从来不让家人 我感激你去 就一直火茶 就是好茶嘛 一直火茶 一直火茶 慢慢那个茶油 就那个茶垢 一直就这么挤载 挤载 挤载 挤载的时间 几十年之后的话 据说 你把那个糊糊 盖子只要大开的话 你只能闻见茶的味道 是这么个点 据说是 你就是 刀上睡进去的话 就能够当茶的火 就是 成了这么个 那么据说 据说 曼花龙是非常喜欢 他这个茶壶 的 那么 既然是人家的 就是说 就是说 警察的寿女 这么玩 霸玩 随随的那种茶壶 那么 把这个带来的话 这个霸玩 当时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就困惹大家 所以就瞪着 瞪着 惩罚着 曼花龙就这个 说一直睡一睡 睡着醒来之后 再靠着这么练 转过一开始 这个玩家就是咋睡着呢 这是咋睡着呢 这是咋睡着呢 马花龙就问了 说 嗯 嘴骨头你贵人在咋睡着呢 又有一个败本 还有另外一个败本 说是 嘎玩你贵人在咋睡着呢 刹茶坏了吗 结果这个玩家说是 老爷 老爷 我不小心 我把你的茶壶打亮 说是 骂花龙一听这个话 那个茶壶被打亮的话 因为呢 对于一个博物馆来说 他有一些坚持暴背的话 就算是真怪之暴 对于骂花龙说 这是他的心内的一个茶壶 一听的话 糊的从这个床上反着起来 白座尔 这个车子还是开始过来 他就差不多打亮 然后说 马上转过神奇的话 在墙上 刮哈一把墙 还有刀 刀 断剑 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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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这个 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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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за 这个很简aired 王 王 你 你 好了 gotten 然后 你 Jest 草 我给你送茶进来的时候,你睡觉着呢? 马化龙一听的话,坐在床上坐起来 所以我现在啥人呢? 马化龙对这个兴趣很大,想听一下 因为他觉得马化龙很有文化的人 我感觉他知道的事情很多 中国传统上的所谓现真神,肯定挺不少的 但是中国现真神或者现原型的传说 都是有名的人才现真神 一百个普通老百姓现啥真神 所以他就觉得他自己是个一般的人 所以他就反着起来就问这个娃娃 你给我说,我现的是啥真神? 他说,老爷,我短茶进来的时候,开着一个笼 在你床上睡着呢? 帮我喝着这个,把茶壶拌了 马化龙一听,说你再说一遍 你开着个啥? 说我开着一个笼,在床上睡着呢? 说就像那个花枣上花的那种笼一样 马化龙这么一听,对话说说 嗯? 归一儿子 去了,去了,去了,去了 他说,我的真神是龙的话 你扳上十个茶壶都闲着呢? 起来 然后说是还松手在镇头对你就是 他说是,这不就是 营员嘛,杀东西的话 就抓了一把,给这个娃娃给给 嗯? 就算是属于奖上量 奖上来的话,说是 这把那个茶壶都闯 熟失了的对量 说是给谁都不要说 刚才知道的对量 这个娃娃就 可要过了个头,感情就给你熟失那个茶壶 好了 这就是故事的本身 据说 从那个事件开始之后 曼花龙就感觉到他是有天下的人 就认为他既然是龙的 他的名字呢 本身也叫曼花龙 那么,他就是觉得 嗯,他还是应该有天下的 嗯,从那个时候呢 可能就开始 从 交注这个省份 慢慢的向这个啥 呃,冗失领袖 政治领袖这个方向 就转变了 那么后来的话 他又是找柄 你没骂 兄弟这个 武装部队 这些事情都是厚化的 就是说 有这么些个普遍 那么他的转变你就是这个 这个玩偶年年闹子聪明的很 可能要听他的故事比较多 结果就给变了这么些事情 等于是把曼花龙给 我们的说法叫装服了 就是给 给 那么 听我故事的人中间 肯定也有回名 而且甚至有可能是有 这个 这个 曼花龙的后代之孙的话 嗯,请不要尖怪 因为这是我听到的故事 另外我还要说明一点 我本身家族里头的西班人也是回名 所以啊 我是在回名中的长大的 我自己 对这个 就是说民主要宗教员 现在的话 都是 就是说 一些第二片间都没有的 所以啊 请见谅 好 今天给大家要捧下的就是 这个故事 祝大家愉快 好